效果摊上市了?无限期停止House演艺工作,这条热搜让人措手不及。 据说在表演的过程中,这位脱口秀演员放飞自我,疑似侮辱人民子弟兵,引发了全网热议。 随后效果文化第一时间止损,按下了这位演员的暂停键。 事情是这样的。 5月13日,有网友在网上发文称,自己去效果文化北京场看演出,发现有位演员在台上讲的段子让人觉得十分生气,这名脱口秀演员名叫李浩石。 随后,有网友们晒出了现场的录音和视频,网友们发现House在表演的时候,尤其是讲到侮辱人民子弟兵这个梗的时候,他故意停顿,露出邪恶的微笑,因为他在等待观众们的反应,由此可见,House是故意的,更是原先就设计好的。 然而,作为母公司的效果文化,则发文狡辩称,是李浩石自己在表演中临时加了内容,争议的内容不在事先审核的文本内,如果在的话,公司肯定能看出来。 而效果文化,工作人员认为演员当时说嗨了,也是无心之举,根本没有意识到问题严重性。 今天,效果文化旗下艺人李浩石公然侮辱解放军仪式持续发酵。 现在已不是公开道歉这么简单,就在昨天,西部战区公开发文表示,如此脱口秀,子弟兵很生气,绝不原谅。 随后,效果文化回应,将整顿线下演出业务。 以下为回应全文,对于此次House事件所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今天,北京市文化市场执法总队做出了严肃处罚。 由于我们在思想上存在侥幸心理,在管理上存在重大漏洞,我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整个团队陷入了深深的痛心和自责。 对此,我们诚恳地接受社会各界对我们的严厉批评,并再次深表歉意。 痛定思痛,我们接受处罚,绝不推脱责任,绝不回避问题。 效果文化为了做节目,会以每个人都能说五分钟脱口秀的口号,让更多人加入到脱口秀的行业中来,形成全民脱口秀的潮流。 但单利人不一样,他们坚持在线下打磨段子,不追求速成。 而且,单利人有一种匠心,他们坚持用单口喜剧来称呼脱口秀,就更类似于我们传统的单口相声。 效果的大老板是叶峰,叶峰是知名媒体人,曾参与制作明星学院《加油》。 好男儿,今夜80后脱口秀等大热综艺。 叶峰本身就是做综艺出身的,他擅长做综艺,所以才会有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会等爆款综艺。 叶峰真的懂脱口秀吗?或许他更懂怎么赚钱。 而单利人的石老板,则是从一位金融白领转行到了脱口秀,他决定成立公司,纯粹是源于对脱口秀的热爱。 在业内的比赛中,通常是单利人的演员赢过效果的演员。 据刘洋分享,2018年业内举办过一场比赛,由效果主办,李旦坐在评委席,当时忽兰以新人身份参加了比赛。 最终,刘洋获得了冠军,而忽兰连前三都没进。 赛后,刘洋期待着能跟李旦合影,结果李旦只是走到忽兰的面前说了一句,我觉得你的段子最好笑,然后就走了。 另外,还有不少演员,看中了效果的流量,纷纷出走,比如Rock,卡姆,杨丽,可以说他们都是单利人培养出来的,但最终都跳槽到了效果。 单利人的人才在流失,但他们也在吸引真正热爱脱口秀的人才。 但效果对于很多人来说,或许只是一个成名的渠道而已,至于会不会说脱口秀,并不那么重要。 脱口秀行业发展至今,效果文化一直都以垄断的姿态存在在行业里,很多观众都将效果等于脱口秀。 但除了效果,除了单利人,在全国各个城市,比如长沙,武汉,广州,青岛,厦门,都有着各种各样的脱口秀俱乐部。 这些人是真正热爱脱口秀的,他们缺少的只是一个被观众知道的机会。 效果的水平,绝不代表中国脱口秀的真正水平,还有很多金子没有发光,他们也值得被看见。 作为签约公司的效果文化,今日遭到重罚,根据北京头条账号公布内容,该公司行为违反了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25条第26条规定。 依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46条规定,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决定对该公司做出相应行政处罚,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1325381.6元,罚款13353816元。 对涉案人员及其演出经济机构和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相关违规行为将进一步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决定无限期暂停设施公司在经所有演出活动。 可以说,处罚来得很及时,但是还远远不够,因为效果文化公司以及创始人间内容总监,还存在更多的问题。 黑历史一,早在2020年6月,效果文化公司艺人卡姆与公司同事李国庆和陈阳三人一起稀为竞品,被上海警方逮捕。 而卡姆正是李诞当时花仲金想捧红的脱口秀演员,没曾想人还没红,就开始飘了。 黑历史二,效果文化公司艺人梦穿穿,在微博平台经常发一些大尺度过激言论,来吸引眼球博取流量。 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根据个人主观意见大放厥诀,造成恶劣影响,被微博官方永久禁言。 黑历史三,创始人之一的李诞夫妇,去年在直播带货时,公然辱骂粉丝,黑尾将说买不起你就去死啊,李诞赶紧补刀说买不起也不用去死,但是你活着也没啥意思。 作为公众人物,如此公开嘲讽粉丝,这是一个艺人该有的素质吗? 黑历史四,李诞在节目中公开嘲讽女性。 李诞在微博中发布品牌内衣广告,内容一个让女性轻松躺营职场的装备。 我说,没有我带不了的货,你就说信不信吧等言论。 广告内容低俗,犹如女性尊严。 被北京海淀市场监管局没收22.5万元,罚款65万元。 黑历史五,李诞家中挂有东亚病夫的牌匾,李小龙用一辈子才踢碎那块匾。 没想到,李诞竟然又重新挂了起来,你还是中国人吗? 同样是姓李,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尤其是李诞的前妻黑尾匠,有超多的今日言论,让不少粉丝兜兜大开眼界,表示这个女人真的就是伤女不知王国恨啊。 黑尾匠的超多黑历史都被扒出,网友们都痛骂李诞和黑尾匠是一丘之和。 此后又有网友扒出,黑尾匠曾在社交平台发表的言论《我本应是东京人此番亲日言论》,再加上黑尾匠平日对日文化的推崇,很难不让人怀疑这对夫妻的今日行为。 黑历史六,有网友质疑李诞是日本人的种。 这个确实没有事实证据,但是根据李诞长相,再结合日本人的长相,确实非常相似。 再加上他加重这块扁,以及在节目和生活中的种种表现,更加重了他是日本人的种的嫌疑。 虽然屡次发生不好的事情,屡次挑战人民的底线,但是效果文化依然是能够好好地运营着,着实令人不解。 如今清朗计划这么严格,文化领域管控相当厉害,范围之广,怎么效果文化依旧是顶峰作案? 此次效果脱口秀,嘲笑侮辱解放军,被罚1330多万罚款,并将进一步追责与无限期暂停在全国演出。 罚款千万只是第一步,彻查李诞及其公司,挖出背后阴谋。 对这些社会败类必须予以判刑,从众处罚。 效果文化的脱口秀大会,从第一季开始,就不断地在爆料。 有新的粉丝会发现,不少列级艺人登上了该舞台,满屏都是马赛克。 这说明了什么? 效果文化已经被马赛克艺人填满。 有人觉得是效果文化倒霉,对列级艺人的敏感度不够,接连被坑运气不好。 但是在我看来,文化这件事上,整个公司的素养都没有一个质的把控。 上不了台面的浪梗,虽说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嘲,除了博眼球之外,似乎与文化并没有任何的关联。 旗下的脱口秀演员接连被封号,频频因为言论翻车,这一次还能看过去。 脱口秀是一门艺术,但应该有规则和底线,每个国家都有不能触碰的禁忌。 肆无忌惮的时候,就应该意识到或从口出的代价。 得意得行在前,之后才是意,心中有味,有净,行为才会有所指。